他惊恐的跑出洞口,大喊着救命,而剑弓却熟视无睹,残酷的将男孩打回洞里,突然,矿洞一阵震动,接着山体开始坍塌,男孩最终永远的长眠在这里,这里是日本长期的一座矿产丰富的小岛,因为形状酷似军舰,所以又被人们称之为军舰岛,但你怎么也想不到,二战期间,这里是东亚人们的人间猎狱,甭怪你是政客,明星,黑帮老大,在这里只能够暗恶天日的生活,他们也曾想过逃离, 或许只要有一个人逃出去,他们就会获救,但每次回应他们满心期待的,却只是一具具出逃者的尸体,可在外界的眼里,这里却是一个天堂,据说只要在这里辛苦一年,就能买下一套不错的房子,是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的地方,约队经理老李也是花了不少钱,拖了不少关系,才搞到一封去军舰岛的介绍信,可到了地方老李才发现,所谓的介绍信,遍地都是,这正是日本人的骗局,一船的人就这样被运到了大名鼎鼎的军舰岛,可脚还没落地, 就上来一群日本士兵,女人被抢,男人被打,身上但凡有点值钱的东西,都会被他们毫不留情的搜刮走,住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,那床潮湿的都能采出水来,饭干的都不是人能吃的,不仅如此,男人们每天还要下矿做苦力,稍有不慎就会安上监工一顿鞭子,一天下来不仅累成了狗,身上更是没一处干净,女人们的日子也不好过,刚上岛就被扒光检查,留作未安妇,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,虽然表面衣着华丽, 却要每天委身日本人强忍他们的变态恶趣味,这时有人换了唱片,女孩听了却异常激动,她向大家高喊,这是她的歌,这个女孩是乐队经理老李的女儿小赵,也是家喻户晓的歌星,这首歌正是她的成名作,见周围的日本人没有反应,她立马抢下唱片,跑上台去,守护左脚地告诉大家,这首歌是她唱的,军舰党的所长接过唱片明白了小赵的意思,但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害怕,小赵从此以后被所长带在了身边, 而老李也因此逃离了矿区,然而矿区那边的日子却不是那么好过,老李离开不久,矿洞就因为瓦斯泄漏,发生了规模不小的爆炸,所长也知道这件事,毫无犹豫地下令炸毁整个矿道,掩盖此事,幸好矿道里还困着一个C国政客,如果他死在了这个矿道里,那么上下的朝鲜人一定会发生暴动,所长不得已才展开了营救,但这件事终究还是要上头知道了, 为了平息上头的怒火,所长决定,将新收的小赵送给对方当养女,可说是当养女,明眼人都知道,其实就是送去给人家玩的,老李实在不想让女儿跌进这个狼虎窝,然而他能有什么办法呢,在这日本人是老大的军舰岛,不丢掉性命已经是不错的了,就在老李一筹莫展时,他遇到了一个男人,这个男人叫小松,是C国的高级特工,奉命来到军舰岛,营救被困在这里的一位政客,爆炸事故后终于和政客接上了头,可他现在需要通信设备和援军取得联系,通讯守卫 还可以解决,但里面的钥匙他是连影都摸不到,只能过来求助所长身边的大猴人老李,老李一听爽快答应,唯一的条件就是带上自己的女儿,小松终于是发生了电报,可当晚小松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,这位政客居然和日本人是一丘之鹤,因为政客是绝大部分朝鲜人的精神支柱,所以日本人和他合谋,贪污了劳工们不少工钱,甚至是抚恤机,你说就这种二鬼子,还不拉出去枪毙,可要么说货还活千年呢,恰巧M君此时也来了场空戏,政客也因此逃过, 不过万恶的所长倒是在这次空袭中丧命了,但接替他的这位新所长却更残忍,接到了日本即将战败的消息后,他立马联系了政客,战死这里所有朝鲜人,因为这些人将会成为军事法庭上审判他们最有利的证据,幻安的屋子里,政客还在激情昂扬的演讲,他声明要为所有朝鲜人争取利益,食物会住所将会变好,所有人的工资也会提高,甚至还会拥有以前想都不该想的休息日,单位彰显成衣,所有朝鲜人都要进入矿道干活,正在所有人兴奋不 在这里的时候,人群中传完医生反对,是本来要接政客回国的特工小宋,他当场揭穿了政客的真实面目,其实政客是日本人的左狗,现在他也不过是给大家画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大饼,因为一会所有人进入矿道的时候,日本人却会把整个矿道炸毁,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 全场一片哗然,政客还想试图狡辩,此时老李站了出来,昨晚他偷看到了两个人对峙的一幕,接着又一个青年站了出来,他昨晚亲眼看到政客向一个知情的手下开枪,手下的尸体紧紧握着一个衣巾,上面正是政客的编号,政客还想解释,但此刻的政客已经成了重视之地,小宋也终于首任了这个国靴朝鲜人民的二鬼子,接着他要带所有朝鲜同胞离开这个人间炼狱,但军舰岛四面高墙,要想离开只能分头行动,小部分人和小宋一起先拿下日本人的运煤船, 老李负责引开守卫,其余大部队小生从越美的运输带爬上船,可四百多人上船怎么可能不被发现,新所长立马下令全部射杀,一瞬间所有朝鲜人慌了,争相口后的爬上传输带,很快传输带就不堪重负断掉了,日军兴奋的对着手无腹肌之力的朝鲜人开始了一场屠杀,如果不尽快恢复运输带,那么所有朝鲜人将葬身于此,危机时刻,老李顶着弹雨,试图抬起运输带,可这么重的运输带他一个人绝 不可能完成,不一会儿女儿小赵跑上来帮忙,接着又一个女孩冒着危险跑了过来,渐渐的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,终于运输带被抬起,小宋也杀死了新所长,所有幸存的朝鲜人们最终得救,而在他们乘船离开的那一刻,军舰岛上绽放了一堵巨大的蘑菇云,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名叫军舰岛,展现的是日本最真实的黑历史,上映时就遭到了日本的强烈抵制,但现实的军舰岛其实远远比这更残忍,事实上在岛上遭受苦难的不仅仅只有朝鲜人民,更有我们中国的无数同胞们,而这座承载着无数东亚人伤痛的军舰岛,如今已经成为了日本著名的旅游景区,这合理吗?虽然这段历史已经离我们很遥远,但铭记历史,无望果尺,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 好了,今天就到这里啦,我是王美丽,我们明天再见吧 感谢观看